來看蘇利西新大學 新北平常研究所 之前暗算要停交 他們去外界的關心 後來教育部是表示說 會提供補助 讓他們繼續辦 也不過學校的 歡迎新北所停交 小組顧民間團體實定位 雖然目前暫時不停交 也不過讓教育部 後來就要繼續來感動 好好補助困難使用 世新大學新北研究所 近年不團出要停交 後來教育部 國際補助過來 既攻三項新北平常的研究所 繼續推動新北平常的國家政策 總算繼續辦公室 不過有學生領位 這種補助就要有件出現 而是應該要是長期穩定的 補助這樣的一個性別人才的內容 大家都可以知道 性別人才的培育不是一蹴可擊 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得了 虎如心底頂頂公民團體也批評 當時學校是說沒有賺錢才要停交 根本沒有當時 各頂學校推動性別租留的公共設定 他們建議教育部不僅僅補助 所以就要監督學校 如何使用補助款 教育部將要提出補助 他應該要派入公益董事 進入私心大學 監督學校的校務發展 他甚至應該要要求私心大學 要容許教職原生 選任自己的董事 進入董事會監督校務發展 教育部有告書回應 真正有出的學校來參選 會中有補助到很緊急的技術 學校也領動 影響課電 敏感團體真一步表示 教育部應該要補助過來的 其他一樣有重要地色的下層 比面還有學校要關閉的事情發生 記者 電話給予告 白唱不得